你預算94%給民視 這個叫什麼 花人民錢 洗人民腦 我用白話文說 就是養綠有綠媒體嘛 三句話跟委員解釋 14.93億是我們預算數編列的 數字 編列數 你說9.7億是去年審查之後的 沒關係啦 我告訴你 法定預算數 沒關係我跟你講 第三句話 去年的編列數是11點多億 去年跟今年的編列數 只增加3.3億 關鍵跟你編列數 跟你現在成長數 我告訴你 沒有證相關 證證相關是什麼 你要讓政府今天 真真正正 善用人民納稅的錢 就是把你過去沒做好 把它扣掉啦 對不對 謝謝委員 你94%的預算 集中給特區媒體 我就砍你94%的預算啊 這樣子我現在剩下6% 你會不會好好運用 說委員好 對 院長好 我想請教一下 我唸一句話 對總預算有意見 有幾種處理的方式 包括退回總預算 修正說明通過或擇期在意 這句話誰說的 委員說的 這句話是2003年 柯建民說的 我們偉大的柯總召說的 我想請教您 在2008年 曾經民進黨 提案要退回 馬英九政府的總預算 請問你知道提案人是誰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是當時的民進黨黨團幹事長賴清德 說真的啦 跟院長說一下 有點感慨 全世界 全台灣都知道民進黨雙標 但也不要雙標這麼明顯 柯建民自己都說 對總預算有意見可以退回啊 現在民進黨總預算被退回了 我現在看到網路上很多謠言 包括民進黨很多人站出來 把國家說得好像滅亡一樣 那麼如果退回總預算 有這麼禍國殃民 那民進黨說要先發個聲明 來譴責一下賴清德總統呢 以前也想退馬英九總統的總預算啦 還是民進黨的邏輯是 退民進黨的總預算 叫傷天害理 對不對 退國民黨的總預算 就是天功地道 不要這麼雙標可以嗎 院長 謝謝委員 對於總預算被退回 我只有兩個字感覺遺憾 過去我覺得 好啦謝謝你對柯建民遺憾 也謝謝你對賴清德遺憾 過去不管什麼時候總預算被退回 我再想要問你下一個問題啦 應該也會做同樣的表達 沒關係啦你要努力打臉 柯建民跟賴清德 我也尊重啦 畢竟你是賴清德的愛將嘛 你這麼愛賴清德 愛到去打臉他我也接受啦 那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在野黨退行政院總預算 也不是私出無名啊 今天我跟你講 行政院提了很多的預算 過去預算的使用 也有很多人不滿意吧 院長是不是 可以實質的審查 討論 也有人不滿意嘛 可以檢討嘛 對不對 你知道有一個人非常不滿意喔 我很尊敬他 他超級不滿意 大家對民進黨過去預算執行做法 很不滿意喔 你知道是誰嗎 你知道是誰嗎 就是說 中泰院長你自己啊 9月16號 民進黨 過去在反詐 宣導標案上 民視電視台 拿走高達94%的預算 院長 你是不是當時說過啊 真的過度集中在某個廠商的話 不是廠商的問題 是政府的問題 你有沒有這樣說過 沒有錯 未來不允許這樣的情形 你有沒有這樣說過 是的 對啊 所以你自己都知道 民進黨過去的預算執行 使用有問題 在野黨來為人民把關 好好監督荷包 也是順行 我們卓院長的意志啊 所以呢 難道只許龍太不滿 不准再也退回嗎 我發現問題 我們是解決問題 退回解決不了問題 好啦 你今天不滿叫做解決問題 我們不滿就叫製造問題 退回解決不了問題 再繼續 不要再打臉賴清德跟柯建民 我真的是 我代替賴清德跟柯建民 求求你啦 不要再打臉他們 又是時空環境不同 我知道幫你講 那我跟你講 剛剛我們偉大的卓院長 這麼要反省這個 這個所謂的標案集中的問題 那我跟您說 來 你知道嗎 預算 立法院預算中心有說啊 政府各個機關媒體宣傳 多以限制性招標的方式 部分得標廠商過度集中 你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嗎 如果這個是產生問題的原因 我們就要把這個原因檢討 非常謝謝你 從新的方式來做 謝謝謝謝 新的方式 我大概跟您講新的方式 好 那你知道農委會 限制性招標的比例多少嗎 請委員指教 你要新的方式 見往之來啊 過去怎麼做的方式都不知道 新的方式不容易找到 我告訴你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啊 限制性招標 衛福部多少 九十九點八二 勞動部多少 九十九點四七 內政部多少 九十八點二五 回發費多少 百分之百啊 請部長來說明 那我原了解 為什麼要這樣 可以可以全部列在你後面 全部都站出來 部長你講啊 我們的 衛福部農委會 勞動部內政部 法務部國發會 主管院長 請你們全部上來 好 沒關係 我要跟你講 我就要講新方法 見往之來 檢討過去才能策立未來嘛 對不對 是 好 那很簡單啊 你預算百分之九十四給民視 這個叫什麼 花人民權 洗人民腦 我用白話文說 就是養有綠媒體嘛 好 就養有綠媒體 沒關係啊 待會兒我講完再問他回答 所以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很好的建設性方案 現在啊 我跟各位講 請問我們院長 你知道我們的 媒體政策跟業務宣導費 編列多少嗎 今年 明年 不會 不會這個不知道吧 全部政府嗎 對啊 全部政府的編列的數字 有說 增加了 九點五億 十四 十四 院長你都對過去感到 這個做法覺得很有問題 對不對 太過集中 對 百分之九十四集中特定媒體 百分之九十九的限制性招標 結果 我不知道我們政府哪來的 自信 還可以增加百分之六十五預算 爛去洗腦啊 三句話跟委員解釋 十四點九三億是我們 預算數編列的 數字 編列數 你說 九點七億是去年審查之後的 法定預算數 沒關係 我跟你講 第三句話 去年的編列數是十一點多億 去年跟今年的編列數只增加三點三億 我告訴你 我還是回到我們 令我尊敬的九月十六號的卓院長 關鍵跟你編列數跟你現在成長數 我告訴你 沒有證相關 證證相關是什麼 你要讓政府今天 真真正正 善用人民納稅的錢 就是把你過去沒做好 把它扣掉啦 對不對 謝謝委員 你百分之九十四的預算 集中給特定媒體 我就砍你百分之九十四的預算啊 這樣子我現在剩下百分之六 你會不會好好運用 你不用尊敬我 你相信我就可以 我相信你會尊敬你 那九月十六號我說的話 我只限於相信 九月十六號的卓龍報啦 今天你當目前為止表現 我有點疑慮啦 九月十六號我說的話 我們會落實在未來預算執行當中 我跟卓院長講 砍到行政院的預算 你就會立場有點改變 沒有關係啦 但是我跟你講 立法院 幫人民把守荷包是我們天職吧 對不對 你過去你都承認集中 預算標案這樣是不對的 那我就用這個做預算指標 來看看行政院未來預算該怎麼編嘛 你太集中了我就砍嘛 回應民意嘛 每一分每一毛都是人民的納稅錢啊 你都斤斤計較原住民進法補償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二十億那麼計較 那我跟你講 選政院的 原宣預算亂用 我砍一砍 拿去給原住民用 我也覺得開心 原住民也開心 陳寅也開心 武立華也開心啊 那是預算編列的原則問題 要合法而現 你的原則啊 浪費如果作為原則 我無法接受啦 好 我從來不提交發 我從來不提交發 找人的 在這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